今次去了日本試新 seat之餘 我也抽了時間 去 Honda 的 showroom 目的就是親身回一回去 這一下雄厚響亮引擎聲 我也是第一次聽 是不是很棒? 車的外形大家都應該看了很多次 但親身所見,感受當然是很不同 V 字型的車頭設計,大型鬼面罩 炭纖尾翼下擾流 有人說它的歐洲超跑味濃 打開車尾,一個算頗為收納空間大的尾箱 但視覺重點當然是大幅的炭纖引擎蓋 至於內裝,我更加首次接觸 不像 Lamborghini 或 Ferrari 一樣 NSX 採用的風格較為冒實 流線型的車籠線條和大量的炭纖車色 是一種日本人低調的豪華 即使中控台螢幕和下方的按鈕亦較為簡潔 日本人最喜歡NSX 是甚麼顏色呢? 原來就是我頭頭的紅色和白色 而且另一方面就是日本人很喜歡炭纖 所以他們會很喜歡在NSX 上進加炭纖 另外就是不說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日本人都很喜歡一買就買到位 所以他們選選NSX 時都會選定級版 其他版不選,只選定級版 由於新NSX 不在日本生產而在美國 如用國外進口的價錢 定價便自然較高 在日本的銷程又如何呢? 雖然他們未透露實際數字 但反應是比預期好 國步嘛 日本人會力撐亦不難理解 除了NSX 這個位於東京北青山的Showroom 還有其他Honda 車款可參觀 真的 Formula 1 戰車都有 還要免費入場 下次在附近可以進入朝聖 會不會趕緊很嗆 會不會趕緊很嗆 會不會趕緊很滑 會不會趕緊很不錯 是可以趕緊對方 那邊趕緊太多 會不會趕緊開 會不會趕緊太多 會不會趕緊太多